台北市议员许家贝与信义区嘉心里一起合作的免费公益益检活动 吸引许多民众来排队检法 参与这项服务的彩灯造型与台北市女子美容商业同业工会 共安排六位专业的发型设计师来到现场为民众服务 参加的长辈说很感谢里长与议员的安排 让他们能免费又就近的来检头发 加心里里长政治药也特别感谢 议员许家贝引进的益检服务资源 也肯定发型设计师们牺牲自己的休假 在疫情当下仍然热心的投入社区益检服务 嘉惠里名 这一次特别感谢许家贝议员还有彩灯发型设计公司 来加心里做这一次的公益的免费益检活动 因为虽然疫情期间呢 但是我们的头发还是会长长 尤其在夏天来临了 这个大家都很容易流汗 所以说呢 是趁这个时候 大家来剪一个这个 把头发剪短 让自己的头发亮丽一下 舒爽一下 所以说还是特别感谢我们许家贝议员 年年都举办这样的一个活动 发型设计师 是设计师 不是学徒 虽然现在疫情期间 影响大家的生计 尤其这种民生服务业 但是老师们都是运用自己的假期 特别强调是运用他们自己的假期 来礼上做这种公益活动 我想我们真的是非常感谢他们 也这些年轻的这些设计师 不断有这种公益的心 在这个当中也让我们许多的长辈们 也都能感受这样的一个温馨爱情 我想这样的话带动社会这样的一个 爱心是非常的有正向的力量 今天差不多有六位过来 六位在这边 大概都是不同的体系 不同的法郎 有小林啊 彩灯啊 还有何林 我自己本身是在何林法郎上班 我们主要是抱着一个学习的心态是 就是过来过来这边然后顺便服务这边的 这边的人然后帮他们修一下头发 然后就是一个学习的经验 台北市女子美容商业同学工会啊 我们理事长陈德森啊 他其实对这个跟这个信义区啊这边啊 还有松山的一些议员啊都有在合作 在做这个公益的议检 那平均我们一个月会有两场的议检的部分 那其实另外也有其他区域啊 也有其他配合其他的议员 在做这个公益议检的部分 其实我们一直以来长期都有在做这些议检 然后包括不只是社区的包括一些那种 什么孤儿院啊或是那种疗养院啊 比较不方便出来议检 那种弱势的团体我们都有在做 剪好头发换了新造型 参加的长辈显得神采奕奕 和里长与议员的服务团队 来个美美的合照 心情好开心 由于民众很踊跃来参加这场议检 虽然超过原先预计的服务时间 但设计师团队依然热心又专业的 为持续等候的民众剪法 一个下午共服务了50多位民众 在疫情当下 这项疫检公益服务 也让参加民众的内心快乐温暖了起来 记者陈淑平台北报导